這個維吟教會歷史系列已經差不多來到尾聲了 我們講了中國基督教發展的歷史 一直講到若莫是1949年的前後 再近一點的那些就不算歷史 所以就不會再講了 今集我就想特別講講香港 因為這個是一個講廣東話的系列 我相信很多在看的人都是跟香港有些關係的 所以就想講講香港基督教的歷史又是怎樣呢? 香港在1842年打完鴉片戰爭之後開埠 很快就取締了澳門 成為外國和中國溝通最重要的港口 而外國的教會也都把香港視為進入中國的跳板 初時的教會主要就是看中國而不是看香港的 因為香港其實都不是很多人 但是跟著香港的人口就慢慢增加 那麼教會也都把多些的事工放在香港這裡了 而教會在兩方面有特別重要的發展 就是教育和醫療這兩方面 在全教信徒發展呢? 就是在1949年之後 教會才有主要的人數增長 在教育方面有兩間重要的學校 第一間是英華 以前都講過 英華書院本來是馬麗訊在馬六甲開的 當香港變成英國領土之後 英華書院就搬到香港了 在1843年已經搬來了 在那裡除了辦學校 也都是辦印刷和做全教站 不過學校辦了十幾年 去到1858年就停止 要到1914年才再復辦 另外一間重要的學校 是1849年聖工會開的聖保羅書院 聖保羅就是香港第一間在本地創立 而且持續辦學的學校 現在也是香港的名校 基督教在香港辦的學校實在太多了 所以不可以逐間來講 直至1970年代 教會學校都是香港教育制度裡 最重要的一環 現在最出名成績最好那一堆 很多都是跟教會有關的 但是在照顧基層方面 教會學校也都一樣重要 有多屋邨學校、天台學校 都是教會辦的 沒有這些教會學校 香港的發展可能會拖慢幾十年 基督教在香港第二個重要的事項 就是醫療方面 1842年開埠 1843年 英國醫藥傳道會 就已經在摩利神山 開設第一間為平民服務的醫院了 學會做了十年 就因為缺乏人手 來停辦了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香港所有重要的醫療事工發展 都是跟基督教有關的 大家都聽過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第一間開的醫院 是在港島的東華醫院 他是香港華人自己建立的醫院 最初提供中醫服務 後來才加入西醫 現在就是一個全面的社會服務機構 東華醫院是一班香港有錢的華人 建立起來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發起人 叫做王勝 他就是一個基督徒 我們之前講過 中國第一個去美國的留學生 容宏 王勝其實就是跟容宏一起去美國的 不過他讀了一年就回來香港了 沒有留在美國那裏 回來香港之後 他在政府裏面做翻譯 亦都自己做生意 後來做地產 賺了很多錢 他就是東華三院的其中一個 重要的發起人 另外一間更重要的醫院 是阿麗士何妙寧拿達素醫院 香港人通常因為名字太長 就這樣叫做拿達素醫院 這間醫院是由三間基督教醫院合併而成的 是1881年成立的拿達素醫院 拿達素是倫敦傳道會一個委員叫做戴維斯 為了紀念她媽媽而興建的醫院 用了她媽媽的名字來命運的 第二間就是1887年阿麗士紀念醫院 第三間是1904年起的何妙寧醫院 三間醫院本來都是在中環上環一帶 阿麗士是何啟的太太 何妙寧就是何啟的姐姐 何啟是誰呢 如果你讀香港歷史 你都應該聽過這個名字 他是一個牧師的兒子 他的爸爸叫做何福堂 就是第二個華人安樂的牧師 何啟呢 就是去英國留學 同時讀醫生 也是做律師 是香港第一位被封為爵士的華人 兩間醫院就是為了紀念她的太太和姐姐 而建的醫院 後來這三間醫院因為大家很近 於是就合併成為 阿麗士何妙寧拿達素醫院 阿麗士何妙寧拿達素醫院 本來在中環一帶 但是在1997年 政府就拆了舊的醫院 搬到大埔 在大埔建的一間新的傳科醫院 用這個名字 這間醫院不單止在治療方面重要 在醫療教育方面更加重要 他是1893年創辦第一間香港護士學校 一直辦到2001年才停止 不過中大就將她的護士學校 命名為拿達素護理學院 因為她覺得其美名理應長存 不單止在訓練護士方面重要 阿麗士何妙寧拿達素 也是香港第一間醫學院 1887年創立的香港西醫書院 就是這間醫院創辦的 也是最初時候的教學醫院 孫中山就是讀香港西醫書院 到1912年 醫學院才聘入香港大學 除了阿麗士何妙寧拿達素之外 基督教在香港還創辦了幾間重要醫院 一間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和阿麗士何妙寧拿達素合作創立的 基督教聯合醫院 這間醫院是在觀塘那邊的 也是一間服務平民的醫院 它是中大醫學院成立時候 初時的教學醫院 第二間重要的是寧實醫院 寧實醫院在1955年創立 它是香港第一間推行善中服務的醫院 善中服務就不是一個好的名字 說到好像病人在等死一樣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舒緩性治療的醫院 病人不只是在等死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為他們做 不過醫療方面這些事情 或者我遲些錄另一個新的系列 才詳細講 天主教也有一間大型的綜合醫院 是服務平民的 這間就是明愛醫院 1964年成立 在那個時代 這幾間醫院是補充了政府醫院的嚴重不足 除了這些醫院之外 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有開辦一些 私家收費幾貴下的醫院 那些因為不是主要服務大眾 所以我就不在這裡詳細講了 來到1980年代尾 1990年代初 香港政府大力發展公共醫療系統 那基督教的醫療事工就開始沒落了 那些醫院全部被醫管局吞併了 剩下的就只是幾間小的私家貴族化醫院 從好的角度看 可以說 基督教的醫療事工 功成身退 但是從壞的角度看 就是失去了一個傳福音 第三 服侍人群的機會 也沒有了自己的特徵 講講幾個堂會和中派的發展 聖工會是英國的國教 英國一拿到香港 1843年聖工會就派一個牧師史丹頓來香港 他來了之後 就成立了聖保羅書院 以及建了聖約翰座堂 聖約翰座堂是中華 是唯一的一塊地 政府用永久業權的方式 提供給教堂 條件就是 那塊地一定要用來做教堂 香港所有的地 除了這塊之外 都不是永久業權的 即是說 政府說賣地 其實只不過是租給你幾十年 建了屋 幾十年之後 就要給回去 所以香港的樓價 為什麼炒到這麼高 人們為什麼 都要去買樓 有時候真的莫名其妙 在美國 如果你買了一間屋 快地永遠就是你的 房子軟了 你可以在上面建一間就可以了 聖工會在香港最重要的事工 是辦學方面 香港好多間的名校 都是聖工會的 都是大家一些耳熟能長的學校 好像聖保羅 聖士提反 拔帥 協恩 鄧紹堅 等等 另一個給我早來到香港的教會 是秦道會 秦道會 是John Wesley 脫離英國聖工會之後發展出來的 接著 就有一批教友 去了北美那邊 留在英國那邊的 在1851年 就派宣教士 經香港去廣州 到1882年 有一班教友 從廣州和佛山來到香港 在香港開第一間教會 在1936年的時候 他們就在灣仔 建了一間很大的教堂 今天還是灣仔的地標 美國那邊的分支 就比較遲些才來中國 在1947年 才有宣教士去福建 到了50年代 他們就轉來香港發展 到了1975年 秦道會這兩個 由英國和美國來到的分支 就脫離了自己的舞會 在香港成立秦道衛理聯合教會 他們也有辦學和社會服務 不過學校的數目 就比聖工會的少了些 在1949年之後 有三個中派 在香港發展得很快 他們就是浸訊會 宣道會和波道會 浸訊會比較特別 他們每一間教會是獨立的 不受一個中央的架構來管轄 不同的浸訊會就會組成一個聯會 大家來調整一些工作 但是呢 是有很多個不同的浸訊會聯會的 香港浸訊會聯會 主要的來源 是美國的美南浸訊會 Souftain Baptist 他們在鴉片戰爭前後 就首先去了中國 1844年 羅孝全牧師是去了廣州 我們以前講太平天國的時候 就講過羅孝全牧師和紅壽傳 到了1901年 他們才在香港成立第一間教會 但是做了很多年都不是很大發展 在1936年的時候 那時候只有三間而已 不過到2015年就發展到有120間了 浸訊會也是有辦學的 在他們所辦的學校裡面 特別重要的就是培政中學 培政是用中文沒有語教學的學校 但是在畢業的學生裡面 那些科學家、政治家、藝術家 多數都數不完 另外他們也都創辦了香港浸會書院 就是現在的浸會大學 另一個在香港很重要的中派是孫道會 孫道會 本來是個1881年在美國成立的差傳運動 不是一個中派 要到了1974年 他們才正式成為另外一個基督教的中派 他們很早就派宣教士去中國 主要是在一些內陸的省份工作 在1899年的時候 就在廣西創立了一間建道聖經學院 他們要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才開始在香港工作 但是在1949年 因為很多難民來香港 他們就在朝頸嶺那裡 幫助難民 在那裡建屋住 和建立教堂 到了1950年 就將建道聖經學院搬來香港 他們是先有神學院 然後才發展教會 現在孫道會 在香港其實有兩個系統 一個就是孫道會聯會屬下的教會 另一個就是九龍堂基督教中華孫道會 分出來的教會 大家是姐妹關係 但是屬於不同的架構 還有一個大的中派 是波道會 波道會也是一個比較新的中派 它是1884年 一班北歐的信徒 在美國成立的 接著很快 他們就派全教士去中國 波道會有一個特別 是他們的神學裡 比較容許信徒信一些 有爭議性的東西 好像很多教會會因為預定論 地球是否年輕 進化 這類問題 是拗餐死 握得很緊的 波道會就容許信徒 在這些事情上 採取不同的立場 只要你不同的最基本的教義衝突就可以了 去中國之後 他們在1932年就成立廣州聖經學院 後來搬來香港就是現在的波道神學院 在1937年抗日戰爭的時候 很多難民湧到香港 他們就在九龍城開了第一間教會 就是天傳堂 1949年之後 他們才在香港大力發展 而且他們比較遲地開始教育事工 要到2005年才開辦第一間學校 最後很快地講一講天主教 在1841年 教廷就在香港成立了家木區 去到1874年 升格成為代木區 1946年就再升為香港教區 家木區、代木區、教區 就是指一個地方有多少信徒 在教廷裡有不同的管治方法 根據統計 在2015年 香港約會有58萬個天主教徒 本地的信徒有30幾萬人 有16萬個是菲律賓籍的教徒 可能大多數都是香港的外傭 還有幾萬個其他國家的居民 他們也提供了很重要的社會服務 包括教育、醫療、社工方面 近年 他們也發展香港的專上教育 現在有兩間 比學位和副學士的學校在香港 好快的總結一下 香港基督教這百多年的發展 在開始的時候 基督教對香港的發展 特別是在醫療和教育方面 是非常之重要 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是他們做了的 但是 跟著經濟發展 政府就通過財政手段 搶回對教育和醫療的控制權 而教會的回應 特別是在新教這方面 就是越走越封閉 現在很多教會 只是變成中產階級的社交會所 這種文化 亦都是被香港的移民 帶了去北美和澳洲的華人教會 關於香港教會的歷史 我們就講到這裡